想问一下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吗 OK 好那我们就 也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古语书院 古语书院是2015年 3月份成立 在硅谷然后到现在 在硅谷办了大概1127 活动然后除此之外 在那个洛杉矶北京 上海我们也有分布 然后我们差不多是每周分享一次 然后在那个 纽约那边也有一个我们的合作 一个伙伴叫做纽约白露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 去纽约的话也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 然后那我们就 先对就开始 今天的活动我们今天 很荣幸邀请到了 滕彪博士滕彪律师 然后因为这次的 那个安排比较匆忙 所以说对 对因为 比较匆忙我也没有 安卓准备PVT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照片 对方就是这个 在整个别的大学 用过的一个PVT 那也很高兴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 对于中国维权运动 自由民主运动 以及其他的相关问题的看法 那中国人民争取 自由民主的历史 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 如果从 不须变法开始算的话 也早就超过一个世纪 然后 这个 预备立宪 辛亥革命 然后 还有民国时期的一些政党政治 国民党时期的一些保障人权运动 还有这个武士新文化运动等等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运动 人物思想和一些值得记载的事情 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的展开 那么到了1949 中国共产党 宣告中国人民 已经占地起来了 实际上是 是共产党占地起来了 毛泽东一个人占地起来了 其他的中国人全都成了独立 全都棍下了 是那个战战兢兢的那个战兢 更恐怖 更细致的一个极权主义 但是在这样一个极权之下 在奥威尔的那个极权之下 也有 也有这个 忘了一个名字叫 叫什么 也有一些试图独立思考去寻找真相的人 那在现实的一个极权政权之下 也仍然会有反抗的声音 只不过是非常微弱 或者是付出极大的代价 那我们都知道林昭 知道郁罗克 知道张志欣 知道刘文辉等等 就固准 那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5月19号 在北大的大奖 现在叫百年纪念奖 当时的就是大大大大师堂 在那贴出了一个一个小字报 对当时的这个团的选举提出质疑 并且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墙 然后呢 后来又出现又出现这个大大大大大 并且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广场 还有一个刊物也叫广场 那这是被进来的一些学者称作 称作是519运动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在共产集权体制下 一个值得一提的一个民主运动 那很显然这个运动很快就被压下去了 当时也都付出极大的代价 然后呢就到了文革结束 然后就是70年代 70年代末期 文革结束之前的这个四五运动 在北京四五运动也可以一提 那知道四五运动的一些人 后来也对这个八十一代学潮 和八九年民主运动有影响 然后呢就是西单民主墙 1978年1979年 在北京西单出现了一些要求民主声明 比较有名的就是魏京生 他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 第五个现代话 当时还有林曼丁啊 刘京生啊等等 很多人 还有更早一点的黄祥 都是都是民主墙时期的人物 那在在在在那个时期 北京之外的不少地方 也出现了这个民刊 其中在广州 那其实在七十年代更早 今天中午 我和一个老人一起吃饭 他叫王熙哲 那在1973年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个信 给中央的一封信 到七十年 他就把这个就是 就是三个人 一个 各取一个名字叫李一哲 李正天 什么一阳 陈一阳 黄熙哲 那他们就是 就是 对 对当时的这个 很多很多作法 文革时期的很多作法 尤其是中央文革 他们提出 提出批评 他们觉得周恩来的路线 是正确的 那他在那样的这个 信件和在这个大字报里面 也对毛悠有所批评 那在在民主强势时期 也出现很多 也算是先驱者 那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有很多人被判刑 这是七十年代末 然后就到了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像北大的这个选举 这个人大代表选举 胡平啊等等 推动这些小羊里面的这种 这种独立选举后 像我们后来 就是维权院长当中 也有这个推动独立候选人参选 地方人大代表选举 那还有呢就是八十年代的学潮 就是方立芝在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 他带动了当时的学潮 从合肥的南京上海 等等几个城市 都有学潮 然后86年 在全国好多高校 包括北京 武汉等等 都有一些学生要求 要求民主 一些运动 包括一些成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然后就到了八九年 这个大家都知道 1989年以这个 胡耀邦的去世 作为导火索 然后形成一个 以这个学生为主 但是就社会各界参与的 那个 民主运动 这个 叫八九 八九民运 八九民主运动 和后来的这个六四屠杀 从六月三号晚上开始的大屠杀 我们在座的有一位 八九民主运动 之后就被通缉的 二十一个学生领袖 是当时的这个清华的学生领袖 周峰说 一会儿也有一些问题 我回答不了的 周先生 给大家回答 然后呢 这是八九 我们只能简单的 因为这些都 我都不是亲历者 就是通过 通过资料 通过访谈 了解到的 就是 中国 自由民权运动的 一个线索 那还没有结束就到了 然后八九之后 很多 很多 学生 领袖 包括民主人士 包括所谓幕后黑手 被 被抓捕 被判刑 坐牢 也有 也有不少流亡到海外 然后呢 就是 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 八九之后 也有一些人不甘心 那种那种那种 恐怖的气氛 那种全国万马基因 非常非常压力 那有一些人 就不甘心想要突破 那在一九九二年 后来也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被扑灭 像胡斯根被判刑二十年 在脑里做了十六年三个月 王前程等等 他们都判 有的判十几年 有的判五年三年 然后呢 在九十年代 九五年之前 还有一些 像元宏兵他们组织的 中国劳动者权益同盟 等等 类似的一些民间的组织活动 有政党色彩的一些组织活动 然后呢 到了一九九八年 中国民主党这个规模 当时的背景是 中国政府签署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我们知道一个公约 要政府签署 然后议会 还是人大批课 但是这个公约签署之后 就一直没有批准 在零八年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个公开信 要求全国人大批准 但是九八年 这个 政府签署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然后克林顿要访问中国 在这个时候 一些民间人士他们觉得 可能是一个时机 这个时候主党啊什么的 可能抓人的机会小一些 结果就去注册 结果就去注册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北京、杭州 还有武汉 包括秦永敏 徐文立 王有才 王熙哲当时在海外 他们 他们 他们就是 开始组织中国 民主党 而且 而且 去民政部门去注册 然后后来 任满丁 这个 高峰明 高峰明 那个叫什么 就是他们也 都有 都有参与 但是很快 在这个 在全国范围内的这个打招呼 就 就 就 这个 很多人 有 一两百人被抓 被判刑 这是中国自由民主党 然后 对 中国民主党 然后呢 就是 99年 法轮功 被定为结交 然后开始 全国 刘晓博 是 就是 就是 不是 不是 刘晓博不是 不是 不是 搞得 独立中文比会 对 哦 赵新也在这 赵新也是 也是 这个 学生领袖 就是 坐牢为中国这个民主 事业付出代价的 就是 算是 比我们 维权运动 更早 更早 参与 推动中国 自由民权运动的 然后呢 就是 99年 法轮功 一直到今天 还在 还在 这个时期的 对法轮功进行 进行 这一样的 迫害 那个中国民主党 国内的 和这个 王俊涛他们 这个 有 有什么 联系 有什么 关系 嗯 对 这是后来的 这是 就是 嗯 当时的 当时的 四个 四个 负责人 就是 这个 刚才说到 王 秦永敏 王有才 徐文立 和 这个 王熙哲 只有王熙哲 在海外 然后他们 他们 他们 就 都 进去了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秦永敏 判刑12年 嗯 大概也坐牢 坐了12年 然后 徐文立 判了13年 但是后来 后来 就 就 在 19 忘了 那个 徐文立 王丹 他们被 放 还有 王军涛 他们来美国是哪一年 不是 1998年 1998年 然后 这个 后来 他们 就是 在美国 继续 以这个民主党的名义活动 那跟国内的就是 反正都叫 都叫这个名字 在后来 这个海外 还是有传承的 嗯 对 有 有一定传承的 这个就是 就是 有的关系近一些 有的关系 远一些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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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王有才也来了 所以 所以 他是 他是 有 一定传承的 那 在后来 在后来 就是 就是 他有不同的名字 中国 民主党什么 这个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流亡总部啊 什么什么 什么 联系会议 就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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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天 今天 不会太涉及 太涉及 这个 海外的理由 这个就是 不会涉及很多 我主要是讲 中国国内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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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 嗯 然后呢 就是 嗯 这是 98年主党 嗯 然后 99年的 这个 镇压法轮功 然后 零 然后 就到了 90年代 就是 末期 和 21世纪初期 这个时候 嗯 就是又有一些 新的变化 那 有一些 这个对于中国社会 对于政治来说 起到非常重要的 改变作用的一个东西 一直到今天 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 都起到 都会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因素 就是互联网 那 互联网到 在中国 出现 嗯 我记得是在97年 它正式 中国正式出现的是1996年 这个一个第一封Email从中国发出 什么跨越长城了什么 还是94年 我发出第一个Email是1997年 当时给我暗恋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就非常非常激动 因为以前 你写一封信到国内到到老家 也要好几天才能收到 而这个在街道上一敲 不到一秒钟 就能收到 所以 我当时也感觉到 这个东西 是非常非常神奇 它有可能会 会对中国社会 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 当时 就有一些评论说 暂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 可能要 要败在互联网手下 那 当然 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 这个我们后面 可以 可以讨论就是 它 它 它对于 传播信息 对于 我们 组织 活动 动员 动员民众 起到非常重要的 这个经济作用 而且 而且它也改变了媒体 我们说现在 这个 社会媒体 这个 新媒体 社会媒体 互动 它改变了原来的 广播电视报纸 广播 你就 听它说 你听报纸 它印刷你看 但是 它就是没有 互动性 互联网 它具有 即时性 互动性 草根性 就是 一个事情 发生了 无论在 非洲 还在中国 你可能同步 就知道了 一分钟 就可能有照片 有报道出来 然后就能看到 没有时间差的 而且能够互动 然后 现场 比如说 你报道了一个东西 那现场有人 可能 会说 你这里面 有一些不准确 他有从他的 他的角度 看到的东西 而且 他里面 而且 你在远程 你也可以 反馈 对这个事件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补充 等等 或者说 现场 那个人 你恰好认识 那 你就可以补充 他的报道 所以这样一个 即时性 互动性 对于突破 信息 言论 审查 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对于民间的 动员 行动的组织 和动员 也是一个 极其有效的 但是 另一方面 就是 中共也在 用互联网 来监控你 你的信息 最近 我朋友说 他在微信上 发了一条 信息 跟朋友说 我们到哪儿去 集合 搞一个什么行动 因为每到十分钟 警察就上门了 所以 他就是 大数据 然后 网格化治理 他能够 手机短信 就不用说了 他这个 微信 email QQ 微博 博客 等等 他也是 能够 跟踪 监控 分析 信息 有哪些社会 有舆论 动态 分析 之类的 哪些不稳定因素 哪些人要闹事 哪些人 要有什么行动 所以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 控制 管理 限制 民间的工具 然后呢 到了2003年 孙之刚事件 这个微博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是一个 大学毕业生 一个设计师 在松茸潜送站被打死了 当时在孙之刚之前 有很多数以百计千计的人 在松茸潜送站被打死 但是没有什么报道 这个事件被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 就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们当时在一塔糊涂BBS 我们在座的有一位 就是当时的站长 然后 我们就在那儿 在那儿讨论 断巢 当时的这个站长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 很活跃地去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和 我和许志勇 余江 我们上个是在北大读博期间的同学 2003年我在政华大学 他们在华中科技大学 和中国游链大学 北京游链大学教书 我们就商量去弄一个公开的行动 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 依照立法法 给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出一个公开信 要求他审查 收容潜送制度 所以依据的这个 叫流浪乞讨人员收容潜送办法 那我们的用意有两个 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恶法 而且明显违宪的 这里面有一些法律推理 并不复杂的一些法律推理 就是明显违宪 然后呢 我们就要求修改或者废除 这个收容潜送制度 另外一个用意就是 要在中国推动违宪审查 这个constitutional review 按照中国的宪法 那这个全国人大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有权利去审查下面的法律 法规是否违宪 就是美国的违宪审查却是在法院 它是一个司法审查 那有一些国家有专门的宪法法院 或者宪法委员会 他有对宪法的审查程序 否则的话 就是 你要违法 你偷东西 你去侵犯其他人的名誉权 都要受到处理 那你违宪 却没什么后果 那这是很不正常的 那 那就是政府才能违宪 供权力部门才能违宪 那这样一个违宪的 就是 全国人大有这个权力 但是他从来不用这个权力 就是一个最重要 几乎是最重要的 最大的权力 他从来不用 那当然我们知道原因了 就是中国 他名字叫人大 他名字叫国务院 他名字叫法院 但实际上都是在 在另外一个东西的控制之下 那就是共产党 所以他们也就不搞这个违宪审查 那结果就是 那我们这个行动也是被 我们找媒体 中国青年报 我们也找了南方周末 和法治日报 但最后中国青年报登了 那就是也引起新一轮的反响 当时孙之刚事件就不让再报道了 然后我们这个公开信 就没有提孙之刚事件 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收容遣送办法 这个法律就被废除了 但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违宪审查程序 那现在回头看来 孙之刚事件 是近十多年来 比较特殊的一个事件 他这样一个事件 他就是迫使 当然不是我们香港 还有很多人 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记者 陈毅忠等等 他们陈毅忠 后来也是部分 因为这个原因被判刑 还有很多网民的这种参与 这种讨论 这种压力 就是迫使中央 有所表示 这个恶法被废除 但是后来也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事件 想要推动一个恶法的被废 但是都没有拿到这个效果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 它并不存在一个孙之刚事件的模式 但是后来的研究者 普遍地把孙之刚事件 作为维权运动的一个开端 那在03年 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孙大午的案件 杜岛彬的案件 杜岛彬的案件 还有年底的公民参选 人大代表 你们有问题 就随时可以打算 我问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各自的知识背景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让孙子思干事件 能够改变 退出的事件 这应该是一些 就是一个是民间的巨大的压力 这是我们的分析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这个中央政治局 国务院他们怎么开会 但我们事后的分析 一个就是民间的这种巨大的压力 另外就是胡锦涛温江宝 就是当时刚刚上台 就是当时有一个词叫胡温新政 他们想要树立一些亲民的 一些顺应民意的这样一个形象 而且呢 这个就是废除这样一个 废除这样一个恶法 收容浅装制度 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政治体制 对他来说 就是不会影响什么东西 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民众的支持 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偶然因素 然后呢就是国务院开会 就温家宝就是把这个开国务院会议 就把它废除了 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的会 那在03年 刚才有说到03年这些事件 然后03年年底的时候 在这些事件当中 法律人、学者、维权人士 是起到了非常活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就是贯穿的一个词就是维权 那在年底的时候 王仪 一个学者王仪 还有另外一个学者邱峰 他们分别写文章 把这个总结2003年 所以他们管这个叫民权行动年 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了公民维权年 公民维权元年 那后来呢就我们就更多的人使用维权运动 维权运动的这个开始 就是从03年 当然03年之前也有一些维权人物 一些维权的行动 有很多了 之前的就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比如说消费者维权 非常有名的是王海打假 就是消费者维权 还有这个小区业主维权 这在03年之前都有 那还有那种这种维护人权的 而且是通过互联网 就是黄崎的这个六四天网 这是2000年 比我们要早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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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 他没有形成一个一个运动 就是就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维权人物 和维权事件 那那到03年之后 就是就是形成一种运动 就我们我们给他命名叫叫 叫公民维权运动 或者叫维权运动 这是03年之后 然后呢我和许这种余江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一个 一个机构叫叫公盟 当时的注册的名称叫 阳光县道维权的中心 然后对外叫阳光县政 后来也改成这个公盟 就是公盟的前身 那我们就是带领一些访民 为访民维权 然后拆迁 有言论自由方面的维权 到这个一塌糊涂 比如这个BDS被关是04年 然后我们也有参与 还有这个人大代表 民间的这个 推动独立候选人参选人 人大代表 我们也有推动 到了05年 一个重要的事件 就是陈光县事件 那 他是山东陵夷 一个小村庄的一个村 但是他在那之前 他已经开始有一些维权活动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残疾人 残疾人的这个维权 那他在04年05年的时候 当地开始 而且不光灵异 还有藻庄 他们开始非常非常野蛮的 这个计划生育运动 这个极其野蛮 就是抓人打人 那个这个强制堕胎 强制结杂 弄得这个鸡犬不宁 非常非常的这个法西斯 然后陈光县 他也很无力无助 他给媒体报纸 所有的这些 这些新闻部门打电话 什么包括有个市长热线等等 所有都都显然没用 没人理 然后他就到北京 到了公盟办公室 然后我就听他讲 看他的材料 我就和郭玉闪 还有一个律师叫图毕生 我们就决定去看一下 去做一个调查 很快我们就去了 然后跟陈光诚一起 在那边做调查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山东灵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然后呢在网上就发表了 这个也是引起很大的反响 然后陈光诚后来就被软禁被抓 我们就去声援 我们就一波又一波的派人去 去代理这些相关的案件 然后去声援陈光诚 每一次去 我们都被打 就是各种程度不同的各种毆打 然后手机 照相机 摄像机 摄像机 被抢 然后每一次都是律师 和其他的支持者 都被 都被打 都被打 我能不能打开一个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有一个 有个 有个参与的众议人 说出来 出了个报告 说中国是美国 最大的威胁 我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 中国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怎么看这个事 这些问题 我们一会儿再等我讲完了 就我讲的 有相关的问题 相关的问题 你可以随着 一会儿 这个问题 当然都可以交流 然后呢 就是 嗯 就简单说吧 就是在这个维权运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 代理 这些 这些 敏感案件 这些人权案件 包括 拆迁案件 包括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的案件 包括 计划生育的案件 还有涉及 酷刑 死刑的冤案 就是 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 冤案 还有像 这个 黑砖窑 奴 奴公的案件 像 这个 教育平等权等等 就是 推动很多很多 不同方面的 这个 人权活动 那像 这个 宗教信仰自由方面 05年 我们代理了这个 蔡卓华 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因为 印刷圣经 实质印刷圣经 被判刑 而且 她和她太太 一家四口人 都被判刑 然后我们 包括高智盛 范雅峰 一起来为这个案件辩护 也是很多律师来协调行动 然后 2007年 王博 是一个 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法轮功案件 她当时是 音乐学院的学生 非常 非常漂亮的 一个 女孩子 她练法轮功 然后呢 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 她就抗议 然后就被抓 然后当做一个 然后 受酷刑 然后就当 然后就让她 强行转化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就等于录了她 这个 转化的这个录像 然后就到 焦点访谈上 去读 把它做一个 成功 成功被转化的典型 但是她 然后她就作为 一个特例 继续读完了 音乐学院 她 出来之后 她就 她就找机会 录了一个 光盘 说她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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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话 是假的 受了 受了 酷刑 等等 然后因为 因为这个 还有其他的 包括她 爸爸妈妈 其他的一些 叫 传播真相 就是 传播 法轮功 受迫害的真相 就因为这个 被抓 然后被判刑 她 跟她 爸爸妈妈 被判四年和五年 然后 我们就 在二审的时候 去介入这个案件 当时有 包括我在内有六个 律师 因为每个被告人 最多能请两个律师 总共有六个律师 我们就想大大的做一下这个案件 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写这个辩护纸 我知道 这个案件 这种法轮功案件 而且又是有影响的 这不可能通过律师的 这个辩护工作 在法庭上的这种交锋 让她改变结果 这个是不可能的 当事人的这个家属 找我们 也不指望我们去 去改变这个结果 他们知道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他们就希望 希望律师能够 能够把这个 里面的法律问题 把这个 我们法轮功受到的 这么严重的摧残 给讲出来 从法律上去做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的这个 这个辩护词 就引起非常大的反响 后来的 一些维权律师 带领法轮功案件 很多人就直接 就把我们这个辩护词抄过去 我们也很愿意 把这个名字 当事人名字一改 他们就可以在法庭里面 让当局 包括检察官 法官 包括610 把真正决定 这些案件 就是610 当公司 让他们非常愤怒 非常的害怕 这是维权运动 这是维权运动 这个故事有很多 但是 总结一下 维权运动的 没问题 刚才您说的这条案件 后来怎么样 就是这个维权运动 当然没有改变结果 然后呢 我们这些律师 就被穿小鞋 有几个律师 就年检没有通过 这六个律师 里面有 有李可平 有李顺章 等等 张立辉 笔兄弟 有一些是公盟的律师 这几个当事人 现在应该都已经释放了 对 都早就已经释放了 我想问 那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一件 伊朗基石的事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首先我们是律师 那当事人有案件找到我们 对于我们这一小撮 这个维权律师来说 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他有 不管刑事案件 行政案件 或者民事案件 找到我们 我们要替他们说话 依法维护他们的权利 而且很多案件 涉及到 非常非常严重的侵权 比如说 河北成德案 还有江西乐平案等等 类似这种好几个 就是完全一看案件 就知道 完全无罪的人 被抓 然后受酷刑 最后判死刑 那这种案件 我们就是有一种 道德责任感 就是要为他们说话 所以这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原因了 等一会儿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 比如说 有的可能就把它当作普通案件 来做 我收一点历史费 但是更多的人 有一种 有一种 捍卫人权 推动法治的责任感 有的人 可能有更大的 一种 就是把他 把这一个 个案 或者说这种 维权活动 放在一个更大的 历史背景下 因为一点一点的 虽然是以卵即食 但是有一些 能够成功 有少数的一些案件 能够获得成功 当时的权利 得到维护 但是更多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 这个维权的这样的结果 但是可以 可以去推动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意义在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人 觉醒 包括律师自己 包括当事人 有的人 觉悟过来 这个明白 捍卫人权的重要性 另外这种行动的重要性 有的 然后我们通过 通过行动 然后通过媒体的报道 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所以维权律 就有一些 这个大家 比较了解的 一些知名的维权律师 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兴起它 得到越来越多的 这个支持 包括道义上的支持 像奥志胜 李和平 这个江天勇 等等 一大批 就是 比较有名的维权律师 在这个过程 原来 2003年 只有二十几个 全国 只有二十几个 维权律师 到后来 就变成了一百 两百 七百八百 所以 这个意义 我们回头来看 它是有的 有没有什么案件 就是 有没有什么案件 当时来找你们 然后 你没有收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太多了 找我们的 找我 找我 找工盟的 太多了 有的是很 很小 很难办的 然后 然后呢 当然也有个别的 他就没道理 这个 对 不是说 百分之百的访民 他们都有道理 个别的就是没道理 大多数 包括这个 国家信访局局长 都承认 百分之 八十以上是 有理上网 对这个 然后 那我们精力有限 所以 所以就是 没办法去 去代理的是 多数 我们挑 这个 就是有 有典型意义的 或者是 比较重大的 那种死刑冤案 死刑冤案 错案 我们是不拒绝的 然后有一些 然后有一些 案件 它有典型意义 我们就 就会 代理 对 死刑冤案 对 后来在2010年 我成立了一个叫 星善研究所 北京星善研究所 它英文名字叫 China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主要就是关注死刑冤案 错案 包括聂书斌这种 已经被执行死刑的 死刑冤案 错案 包括聂书斌这种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 聂书斌案和 奢相林案 就是非常离奇 非常离谱的死刑 错案 这两个案 就是后来都是 中共官方也承认是一个案 都是官方披露 然后呢 这个聂书斌案 直到去年 才有一个说法 奢相林案 当时 聂书斌已经被执行死刑 后来发现是错的 14年之后发现是错的 那奢相林呢 是判死刑 后来没有执行死刑 后来没有执行死刑 然后过了11年 过了11年 过了11年 然后就是 这个 他被他杀的人 又活着回来 所以就是 就是 这种 我们叫死人复活 和真凶归案 这是就是 死刑冤案 被纠正的 两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靠这种偶然的机会 被他杀 声称被他杀的人 没死就又活了 另外就是 真凶归案 这个 聂书斌案就是 这个 强奸杀人案 以这个 案件为由 把他给枪毙了 但是过了14年 另外一个人 犯了另外一件事情 名字叫王苏金 王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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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交代了 这个 石家庄的这个案件 所以这个就是 真凶归案 死人复活 那像类似这种 还有乐平案 已经在去年 被释放四个人 我们从 006年开始 甚至更早 05年开始 就一直跟踪这个案件 还有 和北承德案 一直到今天还没有纠正 还有这个 还有很多了 已经被 曾德案 你可以讲一下 曾德案 可能没有 让每个都讲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多 事件 简单讲就是 四个 四个农民 当时有两体 杀人 包括出租车司机 被杀死 然后 然后就 他们四个农民就被抓了 然后就判 就判死刑 后来 改成死缓 他这些案件 包括乐平 包括贵州的阳明 还有唐昌华 还有 广东 那边 就是 有一些案件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冷郭泉 辽宁的冷郭泉 那我提到 冷郭泉和 贵州的阳明 这两个人 包括乐平 已经释放了 其他的 其他的 还有 我们跟踪了十多年的 到今天 还没有纠正 他这些案件 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大概意思就是 发生了 这个案件是发生的 是杀人 强奸 恶性的案件 发生了之后 破案 破不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公安部曾经有一个 叫 限期破案的 非常坏的政策 他让你限期破案 那就是相当于 你一个科学家 你要在一年内 必须发明什么什么东西 一样 他有可能就是 永远破不了 然后呢 一方面是民众的压力 一方面上面的压力 然后呢 如果破不了案 他的他的 他的 他的 局长 或者是 奖金也没了 副局长 升局长的 这个机会也没 等等 他这个 就是 就是 就会前途受影响 那如果破案 假设破案了 那就是立功受奖 一等功 二等功 然后处长 这个副处长 升处长之内 他这 这一系列 这个 立功的机会 就都来了 在这样两个压力 两个这个 两个力量之下 他们就 就去弄 弄错了 他们就是这样 比如说有一些 非常非常表面的 这个线索 比如说给你 给你抓了 他一般抓都是 穷人 那个 农民 这个文化水平低的 没有任何背景的 抓了就抓了 你就能怎么样 然后 然后呢 抓了就打 他有一些极其表面的 证据 比如说那天 你这个 可能 说不清 就是 就是 他觉得你有疑问 你可能在现场路过 但是你跟他 跟他 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等等 那就 然后就 抓 然后就打 然后就 打得你生不如死 就承认 你就 只能承认 有的就是 你都被打过去了 他就把你的手指 拽过去 然后就 然后到 然后攻减法 又是 这里面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 政法委 他 他 很多地方 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 然后 法院院长 检察院院的检察长 他们就 就在这个 公安局长下面 就是 政法委里面的排名第一 所以公安的权力就大 所以 这个 就是很容易 就是 公监法 然后律师 要是像我们这样的律师 多一些 他就 不太好做 那 九十年代 八年代 也几乎没有 所以 就是 对他们来说 极其容易的 就把一个人 就把一个人 抓了 然后拘留 逮捕 律审 一审 二审 死刑复 就非常容易 唐老师 以您的理解 就是说 您觉得公监法 这些办案人家的话 他也明正是去冤案 是不是 对 就是 我不是说所有 就是 有 中国冤案太多了 我刚才说的死刑冤案 这个 中国 各种各种 刑事冤案太多太多了 这个比例 极大极大 那 这个 有一些 我相信有一些 是弄错了 就是 就是 比较偶然的因素 包括美国 欧洲这些法制 发达国家也有错案 对吧 那就是 有这种 在中国也有极个别的 他是 弄错了 这个太巧合了 法官觉得 这是 这是他弄的 但是 绝大 99%的情况下 是 像你说的 公监法 都清楚 这就是错案 这念书平也好 舌枪林也好 等等 德平安也好 他是非常非常清楚 这就是 这就不是他们干的 他就要把他弄成 枪毙掉 然后他们立功受奖 这没想 就只要人一抓 就是这个 人一抓 马上 官媒就报道 然后 他马上就立功受奖 立功受奖 之后 然后又经过很多年 你没机会去翻案 那这些人 从小警察 变成了 队长 局长 甚至公安厅的人 这个翻案 非常难 他是故意 做的冤案 这种冤甲错案 是在这种重大的 或者这种 刑事案件 或者这种最重大的 案件 比你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据吗 冤案错案的统计数据 没有 这是国家基地 这个就是 这没有 而且 刚才说的冤案错案 还有一个层次 就是 就是 这个 程序违法 就是 对 就是有的 比如说 小偷 这个最后 按盗窃罪判刑 是吧 他可能表现上没错 但是 但是 这个 程序违法 该有律师的 不给他律师 然后 这个 剥夺他上诉的机会 等等 程序违法 那这个比例是极高的 正好 有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一下 国内有提出的做事 比如有 局长的案子 叫从重重快 从法律的角度讲 从重重快 有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对 这就是 就叫 严打 从重重快 一般都是严打直接提 这个 从重重快 最可怕的一次严打 第一次就是 就是 八三年严打 在八个月的时间内 枪毙了万四千人 然后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 很多就是 流氓罪 就是 比如说跳什么 贴面舞啊 然后就是 根本就 就不是任何犯罪的 然后 多看女孩子一眼了 就有可能被抓 被判死 对 就有组织贴面舞会 被判死刑的 被判无期徒刑的 然后这个 就是 就特别特别 然后 然后 他就是 你说 他 怎么说呢 这个程序肯定是 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走掉的 他这个 这个刑事诉讼法 他有明确的规定 什么罪判 刑法加刑事诉讼法 什么 什么罪判 什么刑 就是刑法规定 然后什么东西构成什么罪 就是刑法规定 然后 这个 然后 这个 案件 在 这个 刑居逮捕 他多长时间内要上诉 上诉期是多少 等等 这都有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 然后 然后 这个 你说这严打 从重重快 那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又弄了一个东西 说现在搞严打了 这个 可以 可以在那个 刑法的刑期之上弄 就是在刑期 顶格弄 然后 这个 本来十天 上诉期 他又变成三天 等等 就是 等于是 这个 刑事诉讼法 是人大制定的 然后 人大和人大常委会 他们又弄出 严打的一些规定 他制定的 也是具有法 他的这些东西 也有 也有这个法律效力 但是他是 违背这个 违背基本法 违背宪法 违背基本法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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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法理上来说 他是 违背 法律的法律 还有一种 崇拜 现在出现了崇拜 这个情况 对 我要加快一点 我说了 这个细节太多了 然后 然后 就是 屠夫这些 王全杀这就是崇拜 处理的 能不能讲完再接着呢 然后就是 维权运动 往回一点 维权运动 在03年前后 兴起 它的背景 包括 互联网 包括 传统媒体的一些 新的空间 包括 市场化 市场经济 虽然是扭曲的 市场经济 但是 市场经济 让民众 有了更多的 行动的空间 然后呢 就是 法律职业的兴起 原来 文革 杂论公检法 然后整个的 律师制度 这个 司法制度 基本上被摧毁 中国从1957到1979 22年期间 没有一个律师 然后慢慢的 回复律师 再按 转